今年度最大厂的税务肯谈会 14号上午在台东市公所举行 参与的民众相当踊跃 把会场挤的是水泄不通 民众在与税务局人员问与答当中热烈提问 把相关的税务疑惑一次问个清楚 台东县税务局为了要倾听民众在税务上的疑惑 14号上午与市公所、监理站、国税局等单位 在台东市公所办理税务肯谈会 与民众进行面对面的肯谈 做好充分的沟通 国税局台东分局分局长邱灵贯 以及台东县税务局的副局长柳凤英 也全程参与活动 解决民众在税务上的任何问题 详细的解说各项疑议 今天我们是跟台东税务局 一起办一个税务肯谈会 那这个肯谈会主要的是 把我们跟最近相关的税务的讯息 跟相亲做沟通报告 那今天到场的民众非常的踊跃 有两百多人 那我们现场也有其他的协办单位 比如说监理站啊 或者是执行署啊 台电我们一起来共襄胜举 我们从去年开始 我们提供的健保卡报税的这个很优质的服务措施 那健保卡报税 那不是说拿健保卡就可以报税 我们就必须先透过一个注册的服务 我们今天现场也有 那如果来不及现场注册的部分 欢迎各位到台东分局来注册 我们办的肯谈会 这次是人数来的最多的 今天我们办这个肯谈会 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就是 让民众能够面对面的 把他的问题丢出来 我们知道问题所在 所以今天我们结合国税局台东分局 还有监理站 还有行政执行署 是希望说这些单位都跟各位息息相关 有关税务的问题 不管是地方税 国税 还有就是车级管理的各个问题 都能够一次的帮你们解决 除了税务相关的座谈外 现场还办理了有奖增打的活动 参与的乡亲们将所学的房诈骗 国地税务 车级管理等尝试 以及公共议题 回答得淋漓尽致 也获得精美实用的生活用品 接下来 在4月18及4月19 两个长次的肯谈会 将在太马里乡公所 及成功镇中置活动中心举行 欢迎乡亲踊跃参加 记者韩启伦台东市报导